演艺执着刑警 黄景瑜全身心投入角色 其实我就像是去那警察局上班了一样 完全没有觉得我是在演一个警察呀 无据角色相似 黄景瑜真心每一次机会 我当不怕被禁锢主 而且现在有活干挺好的 独家专访黄景瑜 听他讲述融合在演艺圈服兵役 中国电影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景瑜 悬疑行侦据罚罪 采用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 以一桩烂尾楼杀人案为开端 牵扯出一系列肇事家族的旧案 也让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浮出水面 我们的路面系列在一起 一人居然 一生 居然 戏中黄景瑜饰演青年警察常征 同样是警察的父亲因公殉职 他带着父亲未进了遗院 誓要揭露势力庞大的赵氏家族的真面目 长征就是一个十分正义的警察 就是一个刑警 然后很执着 对于他想追查的东西很执着 证人查一个事 线索瘟一段一段 青色的照相 是一块刚断 我也要找一个空出来 其实长征的剧查连切尔跟他爸爸也挺像的 他爸爸就是 等于是一直在带领他去做一个好警察嘛 所以一直也会教他如何做警察 然后家里我不好说 但是在工作上绝对是给长征支援了一个大方向 罚罪是黄景瑜及王牌部队后再次与李游斌成玉等人展开合作 导演也是知道过王牌部队的天意和义勇 熟悉的剧组环境让黄景瑜更加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角色当中 其实我觉得我是非常放松和自然的 因为演员都熟 表演也熟 那个环境我也熟 因为我在那拍了好几部戏 这个戏整部戏我连妆都没化 头发也没 就是没有什么妆化 早上洗一洗就过来就拍了 有时候可能头发要碎的有点压了歪了 导演要求我你是不是搞搞头发呀 把它弄正一点 其实我就像是去那警察局上班的一样 就特别自然特别舒适的这么一个环境去演的这么一个角色 完全没有觉得我是在演一个警察呀 我觉得就是一个像正常上班状态 什么时候你能让我当着别人家庭师傅 那就是最大的奖励 能不能去我是吗 出身于军旅家庭的黄景瑜 出道以来演绎了很多军旅题材作品 比如红海行动 破兵行动 王牌部队 爱上特种兵等 因此他被影迷戏称为在演艺圈服兵役的男人 很多人对他的制服造型很是喜爱 因为制服本来就很台人的 那个不管是什么制服啊 不管是警察的还是部队的还是什么各个职业的 那个制服一穿上就是给你一种 一种责任感 负在身上 然后你会 那是原点而外的你会变得更挺拔 你做的做相占有真相 这回黄景瑜再次出演此类角色 有观众担心此类角色会不会禁锢住黄景瑜的戏路 对此黄景瑜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当然不怕被禁锢住 而且现在有活干挺好的 其实我没有拍过行真的戏 剧情也挺吸引我的 就是像男人是爱一样 看谁都像坏人 反正我就挺喜欢这个剧情的 接下来黄景瑜还有电影检查风云 要跟观众见面 影片讲述的是在扫黑除恶斗争中 黄景瑜扮演的检察官李锐 勇敢担当大有作为的故事 检察官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挑战的 因为在我的概念里 检察官是一个很模糊的职业 你搞不清楚他是干嘛的 以前也感觉跟律师 或者是跟法官什么的 总是混淆在一起 我是拍了之后才能知道 所以对我来说比较陌生 演起来也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我也不知道 咱从来没见过检察官 怎么工作 怎么查都没见过 也是一定的摸索 我是检察官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真相